我们会智商最高的敬意 铁路远警执行巡逻情务却遇刺殉职 韩国瑜表达哀悼 也提醒警察注意安危 警察在执行的时候 安全这边要特别注意 我们这边都会做 事发第一时间刚结束国政论坛 韩国瑜就在脸书po文祈福 对奉公职守英勇保卫民众安全的李警员 表达最高敬意 一定要健康回来 但最后却回天乏术 韩国瑜直播也表达不舍 铁路警察局年轻的警员才25岁 而且马上就要过生日 发生这种不幸的事件 我想台湾很多民众都非常哀悼 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们也像嘉义士 李承翰李家之上哀悼之意 请蔡总统 总统蔡英文在内政部长徐国勇 及交通部长林嘉隆 陪同下到殡仪馆碾香 强调给予最高抚恤 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也来探视家属 我们的内心是 没有人伤痛 警政署长眼眶泛红哽咽 嘉义士长黄敏慧 也赶到灵堂 陪伴家属走过伤痛 他们只希望 他们是最后一个 记者综合报导